嗨,大家好,我是九年九班的鄭鴻宜 今天我要帶給大家的是會考的心路歷程 還有當課的準備心得,英文 那我們開始囉 首先會考的心路歷程,我會分成 我考前,會考前一週,還有會考當天這三個部分 那我們從第一部分開始吧 磨考前的心理準備 在磨考前,我都會讓自己知道自信很重要 所以我都會和自己說 既然我已經坐在考場了,那代表我也有準備 那既然我有準備,就不要害怕 帶有信心的去考,放手去考,一定可以考出好成績 第二個,不怕犯錯,及時改正 在考試的時候,如果遇到不會的題目 我不會害怕,就是我會把它做記號 然後等到考完之後,我會把它弄到懂 因為這還不是會考 我如果現在把這件事情學起來 等於到會考前,我又多了一點練習 我又多了一點實力 第三個,平常心 平常心就是在寫題目,寫這種考試的時候 就像是在寫平時的測驗鍵語一樣 不要太緊張 我會盡量讓自己不要太緊張 這跟第一個其實有點類似 就是讓自己可以很正常的去考 不要緊張或者是恐慌 第二個,會考前一週的心態 首先第一個,克服失眠的焦慮 像我在會考前一週,我就因為很擔心 所以會失眠 但是我都閉著眼睛 然後做規律的呼吸 因為這樣子雖然我沒睡著 但是心靈跟大腦都可以得到適當的休息 這樣在隔天精神也還算是OK 不會太早 不會像熬夜一整天那種 第二個,減緩心理的不安 我在會考前一週的時候 會一直覺得我今天如果不讀書 我這樣偷休息一下 會不會會考當天就沒考好 但其實後來我發現 適當的休息也非常的重要 因為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我如果一直不停的讀書 也不一定讀得進去 第三個,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有的人可能會覺得說 我今天一直不停的複習 我已經寫這麼多 我已經忙一年了 我會不會考試還是沒考好 我以前也會擔心這件事 但後來我發現 我聽到了一句話 只有努力的成果絕對不會背叛自己 所以呢,我相信 只要有十足的準備 上去考一定可以考出好成績 好,那接著是 會考當天的調整 首先會考當天的調整 第一點,不要懷疑自己 就是你在考試的時候 不要去 不要說 這一題很簡單 或怎樣就怕有陷阱 而一直不停的看 那個檢查室之後的是 在你第一次寫的時候 不要懷疑自己的答案 你覺得是什麼 你就寫什麼 就是這樣 這麼的簡單 第二個,下課不討論 在自習時間的時候 不要去討論上一節有什麼遺憾 或者是哪一題很難 因為這樣大家只會越討論越緊張 反而下一節沒有辦法正常的去考試 像我,我都會在下課的時候聽音樂 然後不跟人家討論問題 把上一節的遺憾或者是難題 就把它洗掉 讓下一節可以發揮實力去考試 第三個,不要嚇自己 在考試的中間自習時間 不要去拿一些很難的題目來寫 因為如果拿很難的題目來寫 你反而會擔心說 會不會這一題就考出來 然後就會很緊張 所以就把以前複習假意拿出來 可能看一下 或者是錯的題目拿出來 再翻一翻這樣就好了 好,接著是 單科的準備心得 英文 首先我會分成這四個部分 第一個,從討厭到喜歡 一開始我 英文因為我也看不懂 所以我成績不好 導致自信也不足 所以那時候我真的 對英文是越來越討厭 這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然後加上我們的英文老師 一直不停地換 所以我的適應也沒有到這麼的良好 直到我遇到了一個好老師 我的英文才漸漸穩定 也有了起色 第二個,基礎實力 除了遇到好老師那些 基礎實力也很重要 在一二年級的時候 就在想辦法先把基礎的實力打穩 像是單字就是 國中的一千兩百單 文法呢 就是老師上課會講的文法 把那些東西打穩之後 到了國三寫題目在變化的時候 就會非常容易 接著,第四個 找到自己的盲點 不對,第四個 找到自己的盲點 從題目中找到自己的不足 你可以一直去寫考卷 或者是寫 就各種不同題型的考卷 然後去找一下哪一個 才是自己最不足的地方 哪一個地方錯的比較多 然後再針對那種題型去做調整 去做改進 或者是再針對那個文法 第二個 主動詢問老師 我那時候考試也沒有很理想 所以我就把我錯的考卷 拿去問婉林老師說 我還有哪裡需要加強 老師會給你建議也會訪問你 這樣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刷題 刷題呢 就最常見的就是像歷屆考題 平時課堂的複習考卷 還有複習講義 這三個是最常見的 那這三個寫了之後呢 如果有錯或者是真的不懂的 就問老師 然後把它做成一個錯題本 像我上面這樣 就是把每一個選項為什麼錯 或者是為什麼對把它標示出來 這樣對會考也是非常有幫助 好那接著送兩段話給大家 第一個是 蘇龍秀講的 有夢感夢者值得一生偉大 首先第一個有夢 有夢就是像我們現在的 你們現在要拼的志願 第二個感夢就是你們現在在追逐的過程 我相信你們為了這個夢想 會勇敢去追逐 會努力去追逐 這樣子就是非常 這樣是非常偉大的一件事 所以希望你們可以成功的達成你們的夢想 第二個選擇行動 其不存在後悔 選擇行動就像在考試的時候 你已經選擇了這個選項 你已經考完了 你已經決定好了 那你就不要後悔 因為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 它不會再重來 你就面對未來 接著要考的下一科去努力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在這邊祝各位學弟妹們 考試順利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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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才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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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